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我们每次去大雄宝殿去礼拜佛陀的时候 总是看见旁边有一位面咒容色憔悴的老者 这就是他苦行的一个形象 当然这是他出家以后随着世中的足迹去修解脱道的时候 才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状态 他刚刚升下来在印度降生的时候 是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婆罗门家庭里面 他的父亲足以有16个庄园 这样大的庄园主就像一个小国王一样 所以他的生活是非常的无忧 但是由于他素质的善根深厚 始终趋向于解脱的向往 当时并不想成家 所以当他的父母亲向张罗志给他找一位心爱的妻子的时候 他就用纯金打造了一个完美的女子形象 说除非世界有这样的女子我才会娶她 那么素氏的姻缘成熟了 父母亲派了八个婆罗门去他到处去另外的国度里面去找 还真找到这样跟他匹配的女子 正好他们两个就相约在一起 澄清了 本来他们互相书信了 写了一封信 说告诫对方说 我们都是我想修出家礼遇之道 咱们就不要澄清了 被他们的双庆可以发现了 把这个信的内容给换掉了 就换成说欢迎你来 我愿意娶你 我愿意嫁给你 结果到了一起以后 他们一商量 说原来都是有共同的出世的情怀 所以他们俩就从表面上做了夫妻 其实是一直在修礼遇道 甚至就像同修道友一样 两个人相约说 晚上睡觉的时候 床中间放一个花环 如果说谁起了欲望的念头 这边的花环就会枯萎 就在这样的一种清静的状态中 两个人一直在修持 后来终于就是说 有一天意识到这个世间的苦 那么两个人就发愿说 同时去出家 追随着佛陀的教法 去找这个佛陀 要修这个出世道 夫妻俩呢 刚开始呢 还在一起走 后来呢 由于这个他的妻子非常美貌 就是害怕别人来 激贤了就分道洋标 各自去找他们的教团 当然他的妻子呢 当时就找到了一个比丘尼的 共住共修之地 后来就出家为比丘尼呢 而且还挣了阿罗汉果 那么迦舍尊者呢 就一直去寻找这个 释迦牟尼佛 想亲近他 带着这样的一种理想呢 终于得到佛陀的加持了 他就在半路上 等着迦舍的到来 一直在放光 献锐给迦舍看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师徒终于素食的姻缘 成熟了 败在他的门下 成了他的上手弟子 这就是迦舍和佛陀相遇的典故 那么迦舍尊者呢 当时追随了佛陀以后呢 他还每次都向佛陀去请法 并且发愿呢 他一直遵行 严守这个苦行的生活 为什么呢 这也跟素食他们的怨力有关 在素食的时候呢 迦舍尊者和他的妻子呢 一个是一位地主 一个是他的夫人 这两位呢 他们供养这个 当时的佛陀 那么佛陀也有一位弟子呢 是行苦行的 他把佛陀和他的所有弟子 请过来供养的时候呢 唯有这位修苦行的弟子呢 不过来应供 一直在外面 这样去行脚 起食 他就问这个佛陀说 为什么他会这样 佛陀就告诉他 这是他弟子里面 修苦行最圆满的位弟子 所以迦舍尊者的前世 做地主的时候呢 就发愿说 他将来在佛陀的教化下 也要行这个苦行之道 那么当时的佛陀就给他授记说 你在某某时间 会碰到释迦摩尼佛 就是乔达摩 然后尼呢 也是作为他的苦行上手弟子 这个应远成熟了 他就是在释迦摩尼佛教法里 成为苦行第一 当时他遵守的最基本的苦行呢 就是一直穿的是粪扫衣 就是我们说 剪的那个烂布片呢 缝在一起 而不是说刻意的说 去买呀 或者别人供养 这个华丽的衣服 而且只坚持 有三件衣服就具足了 第四件绝对不要 常坚持的是这个苦行 起食的生活 特别是最后一条 就是说 他一直坚持在林中树下来做 不住在寺院或者奇兰里面 从实之中 他就一个人坚持这样的生活 那么加世尊者呢 有一次呢 还向释迦摩尼佛请法 说说为什么 随着世中现在建立的这个 鬼则 就是说管制的这个条款 越来越多 但是正道的阿罗汉的人呢 却越来越少 他有这个疑问 向世尊问 那么释迦摩尼佛就告诉他 说 由于人的烦恼业障 越来越重 所以呢 导致说 虽然法的正法还在 但是呢 正国的人呢 越来越少了 后来加世就向他请法 说那如何才能保持这个 法的纯洁 和一纸正法的流传呢 世尊就告诉他说 除非 比丘 比丘 比丘尼 还有幽婆色 幽婆意 就是男居士 女居士 说这四种弟子呢 尊重五法 才能让正法九住 并且告诉他 这五法就是 佛 法 僧 和戒定 尊重三宝和戒定 那么这个正法就一直 久住在世间 所以 加世宗的 其实 当时发愿修苦情呢 也是为了让正法九住 才这样去延迟境界 以苦行的状态来呈现他的 对佛法的言传身教 当然我们都知道 从本身故事里面来讲的话 加世尊者跟佛法 乃至跟世作的缘分 是非常之深的 他曾经差不多有 在本身故事里面记到 有六世是释迦牟尼佛的爸爸 还有两世跟他是兄弟 他们夫妻俩呢 过去也是种了非常深厚的善根 为什么加世尊者叫尹光呢 就是他过去跟他的妻子两个人 他的妻子后来叫紫金光比丘尼嘛 两个人过去 他作为一个眼睛师的时候呢 这个妻子呢 去号召了大家来 去看到一宗残败的佛像 号召大家一起给这个佛像装精 那么他去眼睛师 他有一个技术活 那么别人贴精 他贴技术 两个人把这功德圆满了 圆满了以后呢 就说那就好吧 我们俩就结为夫妻吧 从此以后 身生世世 九十一节赶得他 没有受贫穷暴 而且身上始终是这个紫金 紫墨金色 那么还有一事呢 他们俩作为夫妻的时候 人家对法号要到什么程度 就是当时所注视的是 应该是批破师佛吧 来讲法 夫妻俩穷的只有一件衣服 一件衣服为了听法呢 最后就是说 只能轮流着 你早上去 我下午去 一人出去的时候 穿着这件衣服去听法 就到这地步了 那最后听完法的时候呢 他们生起了 对佛陀的供养 这个布施的心 说红身上下没有东西 那怎么布施呢 说只有这一件衣服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想想说 唯一的财产 就是这件衣服 能不能做一个 这个虔诚的供养 最后两个人非常欢呼的说 哎呀 我们把这个衣服舍了吧 那舍了以后 能够得到最无上的亲近 和自在 所以两个人欢呼说 我们终于得自在了 突破了我的又一个执着 把这件衣服供养给佛陀 当时佛陀呢 还非常欢喜 最后就让他们去 王宫里面跟国王讲理 做这个婆罗们的这个宗教师 反而呢 马上就得到这个 衣食具足的果报 所以他们生生世世 这个跟佛 乃至跟佛法是有缘的 到了这一世以后 加世尊者在释迦牟尼佛的坐下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名法将 大家知道他除了头头地义以外 另外两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 一个是他作为禅宗的初主 只有释迦牟尼佛 拈花微笑的时候 是加世尊者破言 证法演葬说 教外别传的法 是他接下来 一直传到28代的达摩祖师 再转到咱们东土 才有了这个慧可 乃至慧能大师的传承 禅宗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当释迦牟尼佛灭渡以后呢 当时僧团里面 资历最了老 一个道德最高的 就是加世尊者 所以大家就推举 他作为上手 才把三藏十二部 进行了第一次节节 我们现在看到的经书 他是第一功劳 这是加世尊者 那么 等到释迦牟尼佛灭了以后呢 加世宗者当时跟释迦牟尼佛 他亲近佛陀呀 最正果就是修行 最上的快的一次呢 是他跟释迦牟尼佛 换了一次衣服 就是当时他去释奉 就是当时他去释奉 释尊的时候呢 他把他这个 哎 森齐里呢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物具呢 铺在下面 叠了四折 让释尊坐在上面 那么结果释尊呢 就说哎呀 你这个衣服咋这么好 这么软 这么高档呢 他说 加世呀 你愿不愿意跟我换一下衣服 加世就认为说 这是释尊对他莫大的加持 就把衣服取下来 跟世尊换了 世尊把他的缝扫衣 换给加世 从此以后呢 就暗示他开始 行苦行 这件衣服 一直到加世 本来他要灭渡的时候呢 他想到说 他不能死 就是这个肉身呢 一直不能像 其他的这个 色身死亡一样 这样去 按照这个惯例去灭渡 他就在那打坐 打坐呢 说一直要等到 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 把这件 奉扫衣加衫呢 亲自在 交给弥勒佛 弥勒佛 就是在龙华三会上 所以由于这件事呢 后来他就到基祖山 基祖山就在咱们 现在中国的云南 在那里面用肉身入定 入了这个 这个 定以后呢 就守着那件衣服 后来呢 阿南跟这个 阿舍士王吧 应该是阿舍士王呢 还一起去基祖山 看过他 看过他的时候呢 这个山呢 自然开立了 看到迦摄尊者 还是他的肉体 在那入定 当时国王呢 就想把他火化了 阿南就告诉他说 不能够火化 因为迦摄尊者呢 他有这个定前的愿力 说一定要等到 弥勒菩萨 成佛的时候呢 他把这件 金兰加衫呢 交给弥勒菩萨 所以一直迦摄尊者呢 就是 世尊正法 掩葬的传承者 到现在还是守护者 那么由于他 对于苦行的坚持 使得佛陀的正法呢 又久住了五百年 当时世尊 牟尼佛甚至说 迦摄尊者 让给一半作为 让他来跟他 并驾而坐 所以由此我们 想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苦行的问题 苦行呢 是悟道的最大方便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 假如说世尊说 在雪山六年苦行 最后他放弃了苦行 所以我们就以为说 所有佛陀的弟子 没必要行苦行 可能这是一个错误 当然从佛陀的 智慧上来讲的话 佛陀告诫说 无意的苦行 对于修道呢 没有什么增进 也不是修道的 这个正确的状态 但是必要的苦行 不执着的苦行 还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你去行苦行 一个让自己少欲知足 另外一个让所有的 就是说外在的世间人 对佛法升起恭敬行 因为由于少欲知足 是人所纵的 大家都为尊崇的 所以说其实苦行 一直是佛弟子们 应该遵守的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 很有涉受意的生活状态 不管从自立来讲 从利他来讲 苦行是我们身为学佛 佛的弟子 身为学佛修行者 要常应该去 做这么一个生活上 哪怕我们在世间 不能够常住在 这种苦行的状态中 我们要刻意定期的去 做这样一种修行 离欲少欲知足 这永远是一个修道者 最根本的一个存在状态 希望大家在学佛 修行的过程中 能够常去 哪怕是刻意的去尝试着 过几天苦日子 这对于我们激发出离心 乃至对于欲望的这种淡化 和人世间的这种 最后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这种感觉 是非常有尊敬的 这个激荡的力量 这就是家设尊者 这样的一位首席弟子 留给我们的一个修行模式 希望大家都能够追随 好 阿弥陀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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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